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到建立政权 甚至在建政之后 除了公开的中共党员外 他还发展了一些秘密党员 特别党员为其效力 特别党员也是秘密党员 但特别与秘密的区别是 前者具有较高社会地位 且担负特别的工作任务 按照中共的定义 特别党员主要是当时社会的中上层社会出身 或其社会地位与中上层有联系 入党介绍人往往由中共的中高级领导人担任 常常需要党中央批准 自然对他们的管理 也由高级党委直接管理 他们不编入支部 不公开其中共党员的身份 由高层单线联系 以便于他们在特别地区 特别领域 比如国统区和国军部队中 开展秘密活动 从业已披露的若干中共特别党员的经历看 他们和那些为中共效命 甚至立下汉马功劳的秘密党员一样 在失去被利用的价值后 都被中共无情抛弃 即便他们为中共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家人也难逃被中共迫害的命运 一句话 他们就是自取其辱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几个知名的人 第一个人是背叛孙中山的宋庆龄 他临终时留下的遗言有一句就是 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 我不够格的 为什么不够格 一个原因应该就是他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加入了共产党 另一个应该和他未能守节有关 有传闻称 宋庆龄和有父之父的儿子被警卫秘书隋雪芳 产生了感情 又和他同居 之后秘密结婚 关于他的故事 我们七十大观频道之前已经做过相关的影片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从本频道播放列表中 找到《中南火海》第二十集观看 这里就不细说了 现在来说第二个人 周佛海的儿子周佑海 周佛海曾是中共一大代表 属于元老 但在认清了中共性质之后 他1924年脱离了共产党 加入了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 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撰写了大量的反共文章 也因此被中共视为不可饶恕的叛徒 1938年 他加入汪精卫日委政府 抗战胜利后 被国民政府南京高院 以叛国罪 汉奸罪判处死刑 后改为无期徒刑 1948年 因心脏病猝死 周佛海的儿子周佑海 因为父亲自小被骂为小汉奸 他年轻时读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 《美化中共的悉行漫迹》等书刊之后 开始对中共抱有好感 并于1946年秘密加入中共 成为一名中共的特别党员 后改名周之友 因为他背景深厚 就接受中共特务头子之一杨帆的指令 在上海从事策反工作 他的公开身份是 在中央商场二楼交易所 做投机生意的商人 周之友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 结交了大批国民党上层人物 并多次暗中策反 还不时把重要情报报告给中共 他曾参与策反国府上海警察局的重要头目 和浙东税井大队长 为中共顺利进入上海 立下重要功劳 中共建政后 周之友1955年 因潘汉年杨帆案牵连被捕 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10年 出狱后 又以反革命罪被判处管制三年 文革中的1967年 他受刘少奇冤案株连 再度被投入秦城监狱 一关又是八年 1983年 这位周之友才获平反 出狱两年后便离世了 他人生中本应该最美好的18年 却都是在他为之效命的中共的监狱中度过的 这胭脂不是他助共的报应吗 第三个要说的中共特殊党员大名鼎鼎 就是因参与策动1936年西安军事叛变 关键时刻拯救了中共的国军高级将领张学良 他曾在口述历史中 承认自己就是共产党 但对于他是如何申请参加中共的 以及他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的事情 这位少帅都绝口不提 而且他还绝口不提自己与中共的关系 以及西北国防政府之事 同样关于他的故事 我们也做过专题影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 第四位是生于1886年的邵飘平 自正清浙江人 他24岁在杭州 与人合办汉民日报 26岁赴日留学 创办东京通行社 28岁回国 被委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 同时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 1918年10月 邵飘平创办金报 自任社长 该报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 邵飘平与李大钊等人过从甚密 并专门写书宣传列宁和苏共 他还多次写书 发文宣传共产主义 后来通过李大钊等人介绍 邵飘平加入中共 成为特别党员 除了少数几个人 很多普通中共党员 并不知晓他的真实身份 1926年 邵飘平被北京政府抓捕 并以勾结赤鹅 宣传赤话 最大恶极的罪名执行枪决 对于邵飘平的特别党员身份 中共早期领导人罗章龙 晚年在回忆中做了证实 他说 邵飘平是中共秘密党员 并且还曾不断向我们党组织 提供关于北洋军阀政府方面的主要军事 政治 经济等一系列情报资料 以及经常从驻北京的外国通讯社那里 取得特别重要的新闻消息 罗章龙说 邵飘平1922年以后就和党有联系 为党做了不少工作 并表示了入党的愿望 1924年前后 经我和首长 也就是李大钊介绍入党 我和首长认为 像他那样的有社会影响的人 以不暴露党员身份为好 因此是秘密党员 邵飘平被杀后 其夫人汤修慧继续主持金报 邵飘平生前先娶了沈小奶 生了三女二子 1912年又娶了汤修慧 后来在没离婚的情况下 1919年起与祝文秀同居 私生活如此混乱 正是共产党人的特色之一 令邵飘平没想到的是 虽然自己为之效力 并遭杀身之祸 中共却在他身后 露出了猙獰的面目 文革爆发后 金报旧纸和邵飘平家中的藏书 手稿 资料图片全部被抄走 二夫人汤修慧 按当时地腹反坏右的画线定性 被遣返原籍浙江金华 种菜养猪 直到1979年 才得以回到北京 特别党员的上半部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以方便您收到我们新节目的通知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